評審團特別獎 得獎者是張子瑜 在基隆市長林又昌親自揭曉下 第五屆美麗基隆影片及攝影創作比賽中的影片主首獎出爐 爆出正正歡呼聲 拉下評審團特別獎的是這一步 讓我們相遇在基隆 透過兩位女孩演唱自創詞曲 再融入基隆城市風景 獲得評審團一致好評 兩個女生她自創一首歌 然後帶著觀眾走向走了基隆一圈 因為那首歌她很特別的地方 第一個是她有兩個觀點 一個是香港人 一個是台灣人 台灣人用中文跟台語在唱一首很輕快的歌 那她是一個很成熟的作品 幾乎我覺得是業界的水準 所以然後你整個聽完那首歌 然後看完那個音樂 然後看了整個影片 你會覺得對基隆留下一個極美好的印象 尤其最後一句 基隆基隆 我是你的人 更讓劉昌非常感動 直呼會觸動人心 一開始的一個發想 其實就是需要透過不同的一個視角 不同的一個視野 來重新看待基隆這個城市 然後來重新詮釋它 那這五年的時間裡面其實累積了非常多優秀的一個作品 包括照片還有這個影像的部分 那每一年每一年都越來越成熟 那特別像今年喔 剛剛這個得到首獎的這個影片 它還有詞曲的創作 然後把基隆整個城市的一個風光跟風景 我覺得做得非常好的一個融合 那尤其是它歌曲裡面的最後那一句喔 基隆基隆 我是你的人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觸動到所有人的心裡面喔 而且我相信聽到唱到這一首歌的最後一個歌詞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感動 另外最佳劇本則由饑餓的女孩獲得 簡單卻有趣的劇情也獲得評審青睞 這個非常特別的小短劇 然後它用一個很輕快 而且很非常有趣很逗趣的節奏 在講一個女生肚子餓 然後因為覺得UberEat太貴了 所以忽然靈機一動 然後發現原來這在基隆夜市 基隆的廟口夜市就可以用銅板架 吃到很多好吃的東西 雖然這個很簡單的劇本 可是它把它處理到很好 整個節奏啊 分鏡啊整個影像的處理 都非常非常優秀 連續好幾屆都親自參與評審工作 金融市政府觀光及城市行銷處長 曾志文也發現 參賽作品的水準越來越高 尤其在聲音的表現更甚以往 我們很高興看到有很多的年輕的 充滿活力的作品出現 而且不管是在影片的構思上 那甚至在音樂的編制上 都很多的這樣的一個很創新的想法在裡面 所以我們這一次36支影片也花了我們很多的時間 大家有很激烈的討論 之後才把幾個獎項都才產生 攝影部分 今年參賽作品數 再次打破歷屆紀錄 今年更特別規劃新基隆獎 由專家評選出富有創意的新基隆作品 今年當然在評審的過程裡面 大家也有蠻多的討論 因為我們今年有一個新基隆獎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希望能夠把大家從攝影機的這樣的一個影像裡面 希望能夠看到這個不一樣的這樣的一個基隆 特別選擇在修復完成的歷史建築 政兵就與會大樓進行頒獎的第五屆美麗基隆 也首度舉辦創作者論壇 邀請周美玲、李燕銘及卢家豪等知名導演制片 與歷屆得獎參賽者進行交流 希望能激盪出更多創意的火花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論壇的舉辦 大家有一些深入的討論 那透過這些專業的或者是這些知名的導演的一些引導 跟他們的經驗談 能夠帶給我們這些參賽者 有更多專業的這樣的一個收穫 指導過刺青等多部經典電影 以及目前國片票房冠軍 流麻溝15號的知名導演周美玲 也期盼透過這場論壇 讓創意種子在故鄉基隆發芽茁壯 我的電影《流麻溝15號》正在戲院上映 也因此我能夠看到基隆有在傳承 這樣的影音創作的活動 我覺得非常的興奮 像美麗基隆這個影音創作平臺 能夠幫助基隆的學子 還有基隆的年輕人能夠一起投入到影像的創作領域 裡面來我覺得我們一定不會只有一部流麻溝15號 我們也一定會有更多的有關於台灣 有關於基隆的更好的影像故事可以被各位創作出來 希望大家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 一起來做影像創作 為基隆留下更多的影像資料 第五屆美麗基隆影片及攝影創作比賽所有得獎作品 將從11月22號到11月30號 在基隆東岸商場三樓展出 並於基隆有線電視圈樓3公用頻道 與魅力基隆YouTuber頻道播出 記者 張祺騰 基隆報導 記者 張祺騰 基隆報導